大家好,歡迎收看捷克的幼趣冒險 Jack is off to another adventure 那今天很難得,今天天氣很好 有一點雲,給你們看一下 這種天氣就特別適合拍日落照有沒有 所以今天我們就帶你們來這一區 叫Cliff House 叫什麼懸崖之屋嗎 然後下面這裡有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可以拍那個夕陽照 就帶你們去看一下,我們走吧 Let's go 那下面這裡有沒有看到一個像游泳池的地方 這個叫做Sutro Bath 在1896年左右之前有蓋一個很大的室內的游泳池 應該說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室內游泳池 然後之後有一個火災就把它燒破 然後現在就變成這樣子 我們先到Sutro Bath去走一走 然後我們再來照夕陽照 順便跟你們講一下 雖然我不是一個職業的攝影師 可是呢如果你要拍日落照的話呢 你就絕對不要有天晴的狀況 最好呢就有一點點雲 這樣子那個夕陽的顏色呢 會被那個雲反照 那個後果會非常好 所以今天雖然不是最佳狀況 可是有一點雲所以應該會很不錯 我們待會才知道 因為太陽還有大概20多分鐘才會下海 還是下山 所以我們就先來這一區走一走 就是之前那個游泳池的 留下來的痕跡有沒有 之前呢這裡就是很大的 他們之前也有淡水池也有鹽水池 這一區就變成了一個塗鴉的天堂 有沒有像迷宮一樣 那你們進去這裡看一看 有沒有 然後 很多人也會來這裡拍照有沒有 這幾位 因為今天狀況真的很好嘛 不來不來 算人很少 週末來的話就會人很多 然後如果我們再看上面一點那裡呢 有沒有看到 更多游泳池的痕跡 今天不知道有沒有空 我們就走這一區好了 然後我們再去找一個 拍夕陽的地方 好 我這個小心不然會掉下去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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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吵了 其實如果你現在要來這裡游泳的話是可以唷 只不過水的那個乾不乾脆我不能保證 是我的話我不會,而且很冷 然後這邊就是海,對不對 我寧願去海邊這裡游泳也不會到這個水 可是如果不注意的話很容易就會掉下水 然後一邊講話一邊露營的話這個算蠻寬的啦 我們到那邊去的話就會走到海灘 那現在剛好是低潮的時候我們可以去 可是我沒有很想 不管啦,反正就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Sutro Bath很適合拍夕陽照 對啦,剛才我說不會來這裡去看 可是走一走就到了有沒有 之前的一些痕跡 也變成了那個塗鴉有沒有那個牆 我們應該要去哪裡照好了 有沒有看到那隻鳥 這個太陽快下海了,趕快去 去找那個地方拍好了 好,所以剛拍完 要回去改圖才知道好不好看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個雲現在有點紅色 粉紅色有沒有 對呀,那拍夕陽照最重要是顏色嘛 我覺得,然後還有一點背景 就不要只光拍太陽跟海 所以這一區Sutro Bath非常適合拍日落照 如果你來舊金山的話 好,那天黑了我們趕快回家吧去改圖 那下次再去帶你們到其他地方 拍一些漂亮的夕陽照 那我們這樣結束吧 謝謝你們收看,希望你們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好,那下次再見